记者张聪秋彰化报道 被视为一生至少一次的彰化市南瑶公奔港竞乡活动 三妈聊起绕镜回轮 昨天深夜完成安座议事 不过竞乡队伍在彰化市区绕镜时 却不平静 先是阵头打架推起冲突 紧接又出现明摘阳台火警 噪音和鞭炮烟火造成空气瞬间紫暴 痛骂彰化市成了窒息 轮迁的张城市 南瑶公竞乡队伍 从昨天下午到深夜时段 在彰化市区绕镜 昨晚约八点多 队伍抵达三名市场中明街一带 一应道路狭狭引发阵头推起冲突 两派人马当场护殴 有人赤手出拳头 还有人拿着安全帽猛殴 另一方场面一度失控 警方发现赶紧介入 并高举手枪才停止冲突 冲突的画面被民众放上脸书黑色豪门企业 警方表示 警察 两派人马互相认识 警方以影片通知 其中两人到案 说明双方未提伤害 告诉警方训后 全案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依送法办 打架事件平息后 竞相团队伍继续行进 约昨晚9点多行进 张化市长新街口一带 有民众拿手机拍摄 当时大量燃放鞭炮与烟火的场景 突然听到有民众大喊烧起来 民众一看竟是一处五楼民宅的阳台火烧 民众直呼太离谱了 连阳台晒棉被一雾也会无辜遭到注容之灾 张化县消防局张化分队表示 火事很快被扑灭 所性请烧毁民众阳台晒的义务 为延烧酿灾 真正火警原因人带离清调查